大陸醫學專家 無症狀感染者越來越多 大陸財新網報導 3月27日下午 上海中共肺炎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 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 張文宏表示 上海現在100多例輸入性病例中 我們發現無症狀的病人越來越多 張文宏警告說 快速診斷是極為重要的 否則意味著大量的病人會滯留在社區 造成社區的爆發 張文宏說 這一類病者都有較強的免疫能力 可以在感染病毒之後14天內不發病 病毒在體內存在的時間超過3週 具有傳染的可能性 他們如果沒有被及時發現和隔離 就存在社區傳播的隱患 對於未來的疫情是怎樣 張文宏表示 在歷史上沒有一個病毒特性 好像新冠病毒、中共病毒那麼詭異 傳播力很強 居然還有沒有徵狀攜帶 張文宏說 到目前為止 我認為這個病毒是人類歷史上 最難應付的病毒之一 3月25日 英國BBC報導引述3月20日 世界頂尖學術期刊 《自然》發表的文章說 輕症或沒有症狀感染者 可能佔所有中共病毒感染者人數的60% 這類隱性感染者 或會引發新一輪的疫情大爆發 香港《南華早報》3月22日的報導 據中共政府機密數據顯示 截至2月底 大陸有超過4萬3千人 中共肺炎檢測情陽性 但沒有立即出現徵狀 他們雖然被隔離檢疫或監控 但未立日確診病例的官方統計中 世界衛生組織將所有情陽性的人 都歸為確診病例 無論他們是否出現任何徵狀 中共政府在2月7日更改了分類指南 緊張那些有徵狀的患者視為確診病例 無徵狀感染者、傳染率與確診者無差異 《中華流行病學》雜誌 《2020年第41卷最新刊法》論文 《寧波士新型冠狀病毒》 肺炎密切接觸者感染流行病學特徵分析 臘日該研究的寧波本地報告 確診病例157例 另外沒有徵狀感染者30例 他們密切接觸者共計2147名 結果發現其中110名發展為確診病例 另外有22例沒有徵狀感染者 密切接觸者總共感染率為6.15% 其中中共病毒確診病例的密切接觸者感染率為6.3% 沒有徵狀感染者的密切接觸者感染率為4.11% 研究認為感染者不論有沒有徵狀 其傳染力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研究還發現 各類密切接觸人群的感染率之中 以家庭成員和朋友的感染率是最高 根據各類密切人群不同的接觸方式 進一步分析發現 家人主要通過共同居住和聚餐感染 親戚主要通過聚餐感染 朋友之間的接觸感染主要方式是戶外對話 聚餐、會客、娛樂和乘坐同一交通工具感染 一般人群的接觸感染方式 主要是與病例、同處一個診療大廳、 同一個超市、市場購物等的感染 另外室外環境中沒有防護的面對面短暫交談 也能引起中共肺炎傳播 該傳播感染性較強 智程醫生說 中共病毒只能靠治癒 大陸智程醫生說 這次的病毒特徵 一、感染後治癒的患者可以產生抗體 能有效對抗病毒 二、如果通過打干擾素、求膽白 以治癒出軟的病人 只是強行壓制病毒 停止用藥後隨時會復發 且具傳染性 復養原因就在於此 海外推特的貼紙引用 武漢同製醫院前線醫生發出的內容說 所有出軟的人並不是治癒了 而是病毒在體內受藥物的免疫力壓制 只是暫時隱藏 所謂出軟的人 只是隨時可能爆發的傳染源 中共病毒親切生精細胞 呈現外資病毒特徵 3月27日 病毒演變、進化 傳播的基礎研究和防治實踐研究會 在上海科學會堂舉辦 來自病毒研究、疫苗研發、 及疫情防治一線的二十多位院士專家參加 瑞金醫院院長寧光在此 研討會上透露 在武漢肺炎 患者的生精細胞上 發現有病毒侵蝕 性傳播可能也是 新冠病毒的傳播途徑之一 有分析指 上述性傳播途徑顯示出 外資病毒的特徵 3月11日 騰訊網引述一名參與C檢的醫生透露 重症病人的肺功能損傷得很厲害 免疫系統幾乎全被摧毀 醫生表示 SARS只是攻擊肺 不會傷害免疫系統 而外資病則只是傷害免疫系統 武漢肺炎對危重症病人的損害 就像SARS加外資病一樣 目前尚母專門治療中共病毒的藥物 不過抗外資病毒藥物在臨床試驗中 對中共病毒有明顯效果 2月份有報道指 泰國醫生將一種由流感和HIV 又稱外資病毒藥組成的混合製劑 成功地用於治療武漢肺炎 一名來自中國的女病人 在接受治療48小時後 體內不再顯示有此病毒 美國藥業公司Apsey證實 中共大批量定扣抗HIV 藥克力支 中共國家衛健委發布的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 試行第三版中 也推薦使用外資藥物 諾匹那位 這些似乎證實了 印度科學家的研究結果 1月31日 印度生物學家發表了一篇 關於武漢肺炎的研究報告 題為2019NCOV 碎藏蛋白中獨特的 插入物和HIV-1 GP120 和Gaq 驚人地相似 印度專欄作家 袁金勒桑發推文說 哦 我的上帝 印度科學家 剛剛在武漢肺炎中 發現了HIV病毒樣的插入物 這些在其他任何冠狀病毒中 都沒有發現 他們暗示了這種 武漢肺炎病毒被設計出來的可能性 如果真的的話 就太可怕了 請看